不要 我就接个电话好不好 不要 很快就结束了 好吗 快点啊 小强 我这刚从公司出来 跟同事在一起呢 我知道 今天晚上我可能回去晚一点 我跟客户还有事要谈 你在公司也别熬太久啊 要学会照顾自己 周然 我们分手吧 小强 我们两个 刚认识不久 这一切都是工作上的利益晚来 真的不是你想像那样 我这样 我解释给你听好吗 蓝球 你干吗呀 留在你公寓里的东西 我就不要了 都扔了吧 蓝球 好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你很不开心 但有气你可以撒出来 别拿结婚这事开玩笑 下个月结婚是吧 我就不去了 蓝球是不是太任性了 男人在外面沾点婚姓怎么了 生意场上本来就是声色圈吗 至于让你一点机会都不给 就取消婚礼吗 发出去的情景怎么办 你就不怕是吧 不怕呀 蓝球 你不说 咱俩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吗 那现在休战也不晚 我要退股 可以 可以 我百分之三十的五分 按照现在的故事折合成现金 一周之内到账 好 我们分开是对的 蓝球你为什么不放过我呢 蓝球你为什么不生气啊 为什么不想其他女人要大吵大闹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样子 不生气吗 你不在乎我吗 不想打我吗 你就周然吧 我是常见雄 奉首长的命令过来接小肖回家 蓝球 师父 师父 小泽 两个月后 重新做我的新娘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小女朋友呢 你还在吃我的醋是吧 这么说的话 你还是在意我的 你放心吧 我已经跟她断了一干二净 像你我这种身份 门当户对那是基本 你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再让你签个字 小乔 你今天来见我 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什么 本来可以只是做陌生人 偏偏要当个敌人 蓝桥 你给我回来 还送不送 滚 你昨天不是说你跟她分手了吗 今天她怎么回事 你骗我是吧你 谁让你在这儿呢 那你别说你爱我呀 我一心一意想跟你结婚 你呢 你怎么对我的 你呢 给我回来 昨天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可以买几个包红衣 但是今天 人在我眼里什么都不识 你怎么回事